国内现在接种是一个什么样的计划 比如说到年底大概接种百分之多少的人 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期望的是应该达到70%到80% 大家都认为我们应该有70%到80%这么个接种率 那么中国大概需要9亿到10亿人 9亿到10亿人呢 我们现在中国批准了四种疫苗 三种面活苗 一种蟹病毒摘体苗 我们期盼的这个蛋白摘体苗也很快能够得到批准 那么按照现在的产量呢 我们应该还是能够在今年年底 明年年中的时候 也该以希望能够达到这个 当然了我们还可以加快我们的疫苗供应 疫苗生产也可能提前来 所以呢在全球来讲 我们还是希望能够中国也是带头做到群体免疫 其实呢防护传染病关键人群或者叫重点人群很重要 如果我们能够把关键人群重点人群免疫了 其实呢也就达到了很好的防护了 当然了您刚后博的课题 我们还是希望达到70%到80% 到了 我们还是希望达到10%到40%% 对 感谢观看